不會攢一個 沒有全部攢 當午連假後迎來便當漲價潮 正中在店內貼出公告 11號起調整部分商品價格 店員強調不是每個品項都會漲價 但是漲價的品項超過店內所賣的一半 炸雞腿飯最新價格來到110元 燒雞腿也一樣 雞排飯漲破百元價 公保雞丁跟三杯雞肉也漲 全都是漲五元 漲價全其中在主餐是雞肉跟魚類的項目 排骨飯沒有漲喔 漲七的部分 就魚有漲啦 魚跟雞啦 對 原物料都漲 雞肉原物料成本變高 鴨肉也貴 高雄知名的香港發財燒辣 這幾天把全部的品項全貼上新價格 是不是全部都漲價了 對啦 我看價錢好像 漲十塊 全部都漲十塊 很多東西都有漲 所以便當漲可以理解 就是你挑這個挑餐廳啦 你不一定要吃正宗 因為也是我其他便當店 對 便宜的 對啊 不太能接受 薪水沒有什麼漲啊 便當漲的速度 就是可能隨便一個單價上 上面就上漲了 單價跌了便當也沒降啊 對 對啊 你有感覺便當是一直在漲 對啊 陣中去年四月跟前年十一月 各漲一次 現在又漲 等於兩年內漲三次 這次漲價全台都受影響 香港發財燒辣 招牌的三寶飯漲十元後 來到一百二十元 四寶飯已經要一百五十塊 泰師傅也坦言言義中 不排除跟進漲價 過完這個端午節 外食足要有心理準備 吃便當得掏出更多錢 東森新聞在高雄報導 東森總體 東森